如今的亚洲女子排盘中日韩泰实力最为强劲其他个队,都是陪太子读书的角色这一,便从亚运会四强队伍就可以看出四支球队,但总有以中国队的实力最为突出日本,韩国,泰国三支队伍则其鼓相当,除了中国女排其他三支队伍,都只有竞争亚军的份儿不过,横向比较日本,与韩国稍微仍先于泰国女排,然而本届亚运会决赛与中国队阵的却是最不会看好的泰国女排,因为女排是锦赛,并不重心,因此中日韩, 泰特支队球军事权,主力阵容征战亚运会,在亚运会上进一步磨合阵容,打出好成绩建立起强大的自信心,以便为即将到来的世锦赛壮行,是亚洲四强征战亚加达的最终目的日本队,未免冠军韩国队,这在重新崛起冲击中国女排,而泰国队都对本届亚运会,而冠军云亦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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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 亦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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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统展韩国女排,实现完美复仇 然而计划感不上变化中国女排的复仇计划 乐空,那本来以为中国女排在亚运会上的终极遵守是金软景 领衔的韩国女排,毕竟身为内连冠军又有钱世界币 一主攻守金软景坐镇韩国女排的实力要强 于泰国然而比赛结果,却让人相当例外君 过次局虎战之后以顽强著称的韩国女排 让泰国队以韩国的方式,解决掉了决赛中海 对决韩国女牌只有与日本女牌争夺第三名 德森安说好的决赛见了韩国女牌时延了让中国女牌苦苦白等 那本来小组在被中国女牌横扫之后 大家都以为韩国女牌是有意保存实力 金阮景也表示要与中国女牌决赛 见代与泰国一战韩国女牌 无论进攻还是一船防守他们失误太多 尽管金阮景仍然拿到了18分 但成功率不高在面对新老杰和更加 合理的泰国队时老迈的韩国女牌有些力不从心 泰国女牌三杠一横扫韩国队时首次访入 亚运会的决赛中国女牌没有等来韩国队 却等来了泰国队 不过也好 2013年老导重新接手中国女牌时的球 又可以多报一次了在泰国和乐举行的2013年女牌亚锦赛上证 使泰国女牌在半决赛三比二击败了中国女牌 并中国队创造了亚锦赛历史最差战绩当时 18岁的朱平初出茅庐 而如今她已经成长为了女牌世界 第一主攻中国队的朱平二世 李延宁也已经让国际排盘开始特募 而这一次 无论是朱平本尊还是朱平二世都不会 奥会对手决赛面对泰国女牌就绝对硬实力 而言对手与中国女牌有很大的差距在今年的试联赛 澳门战西间阵容严重不整的中国女牌三比一 战胜了泰国女牌如今又一次下 与中国女牌是时候再次为观众奉献一场奇怪性的三比零横扫了